第四十五集 社運丙篇 夾篇就訪問了Vsat 葉正淳 月篇你沒有來完 新版社運90後動員 有沒有聽過90後動員 有 我認識他們 你是不是也有知一 我不是 屬於90後動員 但最近也有跟他們合作 有合作 今集我們邀請男子組 請完女子組請男子組 你說你和黃之鋒大家都認識 我問問我身邊 90後的社運分子 你有聽過哪些名字 黃之鋒就是 和上次的TWINS TWINS叫什麼名字 不是我 真的 不是 詩徒指朗 DONALD 這幾個 出名一點 你說你和90後動員有合作 是合作什麼 我們打算在七一的時候 一起去上街 反對國民教育科 現在在組織 我們打算在七一之前 我們會擺街站 去拍單張 去宣傳等等 你也可以幫忙 可以 我不是90後 會否影響讀書 看你還穿著校服 今天剛剛考完事 因為明天考TSA TSA不用找 才抽到時間 影響讀書 其實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但最重要就是 在搞這些社運 和在讀書上 兩樣平衡到 其實都可以 會不會被媽媽罵 搞社運賺不到錢 讀書才賺到錢 他都很支持我去搞這些 我知道我很多 90後的社運朋友 或者到80後 很多他們的家人都會 不是太鼓勵 甚至有些反對 甚至會搞到 吵架 即是家人不和 離家出走 那些 我都有聽過 但幸好我家裡 我媽媽也是 我爹和媽媽也是 比較開通 很支持我去搞這些 而且他們都相對 是社會比較激過班 即是我媽媽是支持 這個 留守塞馬路 是否都是社民練成員 不是的 他們是公民黨 激就不一定是社民練 即是有些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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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民練不是支持一家 即是那些不一定等於社民練 社民練也不一定等於激 絕對是 那你投放的時間 你放在社運 和放在學業 甚至其他方面 有什麼比例 即是一個星期七日為例 基本上 星期日來說 基本上一個月都會有一至兩次的遊行集會 或者很多事情要去處理 多數星期日就會整個下午沒有了 星期六 因為我本身在教會裡都參與很多 即我是教會組長等等 又拜了整個星期六 由下午到晚上 剩下的讀書時間 主要是在星期一至五 盡量抽時間去讀 肯定不止六日那麼少 你平時上網很活躍 那些 即是上網的時間 又要計算下去 那些 我見你在時代論壇 平時也有不少回應 即是基督教的 那些也有些參與 其實你又怎樣看 例如好像含中文 兩眼城 那些事 陳世強那些 他們就是基督教教內 比較有份量的人 不知為何在香港基督教圈子 比較有份量的 都相對比較建制 甚至可以說是 保守一點 即是例如 陳世強 他律師搞過商人團契 他勁到跟中聯辦 去跟中聯辦上各程研習班 政教不分離 那些真的 他真的厲害 之後他踏到路上去 北京人民大會堂那裏 搞那些福音聚會 即是因為認識那些人 如果你說單講 即是他們那些全福音 那些方面 其實我也很欣賞他們這方面 尤其是 你說陳世強 他在商界那方面 他可以叫得動 那麼多人去搞很多那些福音的餐會 那些我都很欣賞 那當然你說他們在社會事務 社會公義發聲那些 即是我覺得這個是 一向香港基督教界都沒有做到的 很高層次 現在人民大會堂 傳福音 是 即是可以將基督教的思想精神 更加廣泛為傳播給中國人民 是否這麼廣泛 全國人民不知 即是內地都有不少打壓教會活動 是 即是 為何有些可以在人民大會堂堂說 有些甚至你在家裏 或者在外面露天 搞幾十人的集會 都受到干預 甚至又被人監控 即是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這些問題 當中一定是為你裏面有些政治取態 你要表明我不會做些甚麼 有些甚麼我要去支持你的心 即即即即是不對 即有時是有些妥協的成份 就像香港政治一樣 有時說我要跟政府談到些事 有些民生政策談到出來 在政治方面有些妥協 就像民主黨民建聯就走這些路線 有些完全不妥協 好像社民連和人民的力量 我們完全不妥協 那你又怎樣看這些路線 你覺得哪條路線是有效些 即有些人說政治趕聯則 有些說妥協也是藝術來的 即你有怎樣看 尤其是在上演政改方 我都知道有一句都很廣泛流傳 我記得唐英連也說過 就是民主其中一個要素好像是妥協 妥協是政治藝術 這個是在西方政治 就是一個很根深蒂鼓的傳統思想 當這些民主黨或者唐英連出來說話的時候 他們當然拿這幾個東西出來大快用場 就是幫自己去做擋箭牌 我自己看就是現在有一邊 就算現在是你說法文裡面 都有一批是已經走了去妥協的路線 其實我覺得你路線可以不同 你可以有人激 你可以有人走去扔招議會抗爭 到處留守 有些人他們是喜歡去談判的 我覺得沒問題 但最重要是你一定要留回底線給自己 你說在上年政改方案那時就是法文大分裂 其實那時說得最多就是民主黨就收入中聯辦 投共那些 其實我自己立場就反對政改方案 但我就不會看他們進入中聯辦 去談判桌底交易那些 但當然我覺得他最離譜就是 在最後那個三點原則立場就退了 即是你覺得他們是甚至超越了自己的底線 即是他們三點的原則 是否只有一點是殺人 承諾最少功能組別 以及要即特首的提名 即是那裡不是由小檢資去提名 即是這兩樣他就沒有做到 但他們也有說過其實他們 一開始提起這三個底線其實是嬌家 即是叫三然後還一 那你又覺得你接不接受到這些解釋 即是說都不是超越他的底線 我想我自己也不太接受到 你可以說在2008年的時候 很多人投民主黨都是因為 他說他支持2012雙普選 即是在這個議題上 怎樣都跟政府撐到行 即是對於很多人來說 可能他們是法民主派支持者 他們可能有時不太喜歡社民的取向 他們就因為見到民主黨在這個普選的議題上 他都有他自己一個很堅定的立場 這樣就會投他 但當你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政外方案 你就想有那個超級區議員等等 放棄了這個原則 當然劉慧卿可以出來說 我們都是叫大一點的價格 這樣就可以跟政府耐多一點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藉口 即是黃銅學是個很主流的論述 你剛才說的那個 即是說民主黨在一些關鍵性的原則 做了一些妥協 即是出賣選民 其實會不會是可以把他看成一個過程 以及結果的問題的一個角度 即是民主黨他是很重視 將那個民主的盡情推前一點 哪怕那個過程是有一些地方 他是作出了一些違反自己原則的事 即是就不被欣賞 而但是有一些政黨 例如參與五區公投的公民黨 他就是很堅持那個過程的始終如一 哪怕結果最後是不能達至2012雙普選 或者最後令到政制原地踏步也好 但是我都要堅持過程是不退讓 即是會不會是一個這樣的取捨 你寧願是 最重要是始終如一堅持原則 都不要為了一些盡情而犧牲自己的原則 我想看回就是 可能在那時 上年六月的時候 即是在上年同一個時間 其實都有很多這方面的討論 即是到底應該要 妥不妥協好呢 到底都是 因為如果他答應了 即是如果你政改方法通過 那就2017年有機會了 即是當時有很多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看的就是其實 即是你看民主黨 其實他到現在他都沒有去承認到 他自己的立場是退了 或者他的立場 即是他沒有跟選民去作出一個道歉 等等的事情 即是可能他想轉立場的 那麼他可以選擇轉的 但是他是完全沒有正式交代 他還要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在政改通過前幾天才 即刻轉態 那時候就算有些人可能是拜民主黨 但其實他完全沒有機會去消化 即整個 即是就算轉態也好 都首先要跟他們 選民做一個諮詢 這樣 是否這樣會更加好呢 是 不過那時候就說民主黨 我來不及 還有慶姐也曾經說過他立法會 他有道歉 但是民主黨 他這樣託協法 第一 是否有成效 他那五席 所謂的五席 再加多五席 超級區議員 是否真的有爭取到些甚麼 那如四十五年 搞五區公投那班 你說他盡視的過程 即是結果不盡視 只是盡視的過程 但是在過程裏 你吸引到其他人支持 其他人留意 甚至吸引到多些人去注意這些事 有他的思維 即不是完全沒有結果 沒有成果 他拿出來 有些事單單不可以看 就是2012普選成不成立 出不出現 以成敗就定英雄 最重要是一個全民性的民主教育 即我將整個政改的過程 都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推廣 甚至那些人有公投 即是香港應該有公投法 你又怎樣看 即是你問我 即香港應該有公投法 其實我自己對參與這些社會事務政治 其實都是一年前 就是因為五區公投才會令我去參與這些事 其實五區公投對我們八十和九十的影響都很大 說回公投那裏 其實當我那時就不太熟悉這些社會事務 當我看到新聞就說 立法會社民聯同公民黨說要推出一件事叫公投 就是給人類投票 就是你知不支持2022商武選 你知不知廢除公民組合 支持 他便上公投 支持的你便投法文 不支持便投建制牌 即他的原意是這樣 其實你說公投法 其實我覺得公投這件事其實是很正常 亦都是很… 即是你見之前港大去白面陳一學 其實都是用公投 即是公投是一個很正常的投票手法 不知為何當時中央不斷就 文匯報大公報那些 就發表很多的輿論攻勢 就在那裏說你想搞港獨 好些 但其實很多國家都有公投的例子 不明白 你就說你是自從去年五區總辭這件事 才開始更加關心和參與社會政治 即是說雖然去年公民黨加社民聯加起來 大豬宜宜宜宜宜宜宜就大概50萬票左右 大潔石區的影響力是遠遠超過這50萬票 因為好像你這樣90後都不是選民 即是如果當時是連很多未夠稱的90後 都可以是選民投票 應該他不至50萬票會不會是這樣 我也相信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你見現在在90後 即未滿18歲那批 其實那個支持公投 或者相對比較支持一些所謂的要激進一些 爭取民主的手法 其實那個支持的比率是多過成年那批很多 但為何會這樣 為何90後更加支持公投 但較為成年一些 反而會對這件事就不太贊成 我想這個可能是因為我們90後先天那個 即是我們年輕 我們便自然會比較容易去接受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可能會渴望有些不同 即是可能大些一代 可能他們四十多五十歲 他們的目標就是快點供完層樓 或者未供完層樓就買樓 但對於我們十幾歲學生 可能我們的目標 或者我們關注的東西 除了就是我們讀書之外 那會不會有些比較不太密質的東西 我們會去追尋 我想在90後或者比較年輕的一代 都會勇於進行一些社會改變 即是你無論說五四到六四 其實都是有一班年輕人發起 即是何時都年輕人發起 即是當年很多組織支持共產黨 宣傳共產局的理念 反國民黨 都是由一班年輕人 由大學生、中學生開始先 但五區公投影響 有時不僅是50萬人有沒有投票 甚至你沒有投票那一班 都很受大 即是很影響 例如政府嚇到 現在要修改一些選舉的條例 即是你以後 即是如果有人辭職 或者死亡或者病了 你無法當立法會議員 不用補選了 甚至也不諮詢 直接有 輸了那邊最多票 那個人來當選 即是來補回的位置 如果當年湯家驊 那些人看見他不順眼 打他兩拳 他做不到立法會議員 接著田北俊做 當年馬力不幸他病世 補上來便何收難 即是你又怎看政治 別人說會促進了政治暗殺 即是 政治暗殺 香港便應該不會 即是少爹 但你有怎樣看這個 新的補選機制 即是其實 他的補選機制 我覺得是分明找來搞的 我記得在議事論事的節目裡面 講過一個 就是他訪問那些 九龍東的 不是 九龍東的選民 即是問那些民建聯的支持者 如果政府的替補機制 實施了 如果陳教人要陰病辭職 或者去世等等 那些事 就逃軍行補選 然後就問那些民建聯的支持者 你知不支持 其實很多十居其九 都是反對 或者都不想 其實我們 我自己看到 其實他這個機制 他就是想去 去 去壓殺那些人 去發動變相公投 但他又很愚蠢 你壓殺變相公投得來 即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政府真的要找方法 去壓殺變相公投的 那你就 不給辭職個人去參選 但他現在連你死了 你釘過那些都要搞馬一份 我絕對同意黃同行 如果你要堵塞 他們所說的漏洞 你要千千萬萬的方法 但他現在選了一種 十分難看的方法 之後 其實你看回所有的補選 基本上因為六四比 基本上都是法民贏 但其實政府實施了這個機制之後 其實都是法民有好處 甚至 看回現在五個區 如果五個區 除了新界東 如果新界東 劉慧卿不幹的時候 是田北俊 還是田北辰 是田北辰 是田北辰 其他那四個區 全部都是法民上 九龍西是毛孟靜 然後新界西是張超雄 甚至你九龍東如果不幸 陳鑑林和王國健都不行 就變成了陶均衡和胡志偉 陶均衡和胡志偉 但你不要聽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說厲害 很有份量 張志光說 因為你補選 就變成單一隻單票制 可能退職 假設第一 辭職的只要是一個人 甚至兩三個人一起辭職 就說是單一隻單票制 就不再是比例他代表制 在六四比之下 最始終是民主派贏 這樣對建制派不公平 所以現在政府這個方法是好的 你怎樣看這些說法 他說對建制派不好 我當然知道對建制派不好 我們就在想 為何對建制派不好 因為香港之前發明的人 是多建制 這就是選民去決定 政府是沒有理由去設立任何機制 就是去幫任何一邊的政黨 特意去幫你 建制派是實底的 甚至你任何直選 都是建制派實底 那你不如取消整個立法會選舉 沒有理由 因為一方實力比較弱 民意支持低一點 你就做些方法 做些機制去遷就他 第一 我想現在這個新機制 都不是為了遷就建制派 只是正如對 建制派 我會說張子光這個選擇 還有你建制派都未必一定輸 我們當年有單易直單票制 他有時你逢自活 也一樣輸給民建聯 司徒華當時對陳婉嫻 大家都當選 但陳婉嫻的票是比司徒華多 有時單易直單票制 都未必一定是建制派 他全都輸了 又說了這麼多 我發覺黃同學很留意到時事 他的政治 有時我們中學對教學 學生有很多東西都不太知道 無理那麼多 不要說完全不知道 最印象最深刻 他認識了呂志偉 呂志偉那個傻 問我是否智障 有些人說他沒有良心 他認識最多 還停留在呂志偉 陳一樂 深入文心 對 兩年前的詩就是 你現在問我 和我問他誰是呂志偉 陳一樂 他們都應該不知道 現在都不知道嗎 當然不知道 你小時候 可能你小時候 問中五六 他都是停留在呂志偉的印象 呂志偉我們不評論 是否他沒有良心 他偶像是林瑞麟 是嗎 是 他說 他說想做政治助理 他說去跟林瑞麟 如果呂志偉這些質素 都做政治助理 這個政府就玩完了 呂志偉有甚麼質素 第一 說話 你沒有良心我不管 你說話你死又壓不了 翻山 做到反效果 推到那麼多人去六四集會 就是幫政府賭米 是多好 全靠他那時候這樣推 就是幫中聯辦賭米 如果中聯辦還要捧這些人 是否香港建制派沒有殺人才 反而王宏學更加有潛質 不是說笑 周浩鼎也好 呂志偉多多聲 還有周浩鼎也好 呂志偉 陳一樂 還有一些我不講名的那些垃圾 但為何你會這麼關心時事 他政治的理由 何時開始有這些興趣 好像剛才這樣說 都是由五區公投 那時候去五區公投犯高鐵 那時候去五區公投犯高鐵 因為那時候去年 由年頭包圍立法會到六月 六月尾七月頭 說政改方 其實整個社會對政治那方面的新聞 都是特別之多 而且氣氛都是很熱的 那時候就因為那個環境的影響 自自然而影響了我 就是我本身有上網 Facebook YouTube那些 我本身都是上網上很多的 那在網上 見到很多那些反高鐵的宣傳片 廢除功能組別 五區公投的活動等等很多的東西 那又自然慢慢深入去研究很多 就是由最基本的 為何要廢除功能組別 為何要普選 那很多 那就慢慢去了解 網絡對你們90後的影響 是十分之大 是比傳統的平面媒體 甚至乎比學校的教育更加大 就是互聯網對你們整個價值觀 政治觀的影響 其實對我們整個日常生活 不單止是政治觀 其實都對我們很有影響 就是因為你上到去 你在上學的時候 即是你講那些時事新聞 那些老師就甚少會跟你講 就算會講 也不用考試 可能最多都是 學校如果有良心的 最多一年跟你講 一兩次 可能會跟你講六四 就是這些事情 但是他不會真的 會在這個學校那裏 跟那些學生討論 就是政改方案 五區公投 就是可能中二三五 但可能 就是在我初中的階段都比較少 那當 你同齡或者你在一個日常生活裏面 你在學校裏面 身邊的人沒有什麼接觸 就去網上 在網上其實就 很多人在網上討論 例如高登到Facebook 很多人去討論 都有很多的想法 就越來越去明白整個社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學校不講 有時因為家長都會投訴 為何你經常不教書 書內容你未教完 要教一些關於考試的事 你不教你家長有時是投訴 有時學校都有這些難處 原來你是公投高鐵才開始留意 你小時候沒有什麼留意新聞 小時候新聞就一般都會知道 但是 你說對很多那些選舉 或者到03年23條的時候 我都是沒有什麼記憶 很小時候 到小學了 到後期天色碼頭的時候 我的記憶 我想回除了我去年來說 你說在我心裏面 對很多香港政治的記憶 就有這個能記的 伏街始終有你 那次基本上可以是比較 就是看那段片都有很多的認識 就是 可能之前的03條 不過那時就比較少 還有記得那時 總之天色碼頭 有班人坐著又賴死不走 你九歲還在天色碼頭的時候 我那時的記憶就是 總之有什麼事情發生 其餘為何會是這樣 為何他們賴死不走 都沒有什麼 就是你剛才很多時候都提到 那個家長的問題 就是你父母就是公民黨 所以都較為支持你 參加這些類型的社會運動 但如果其他家長的話 他又會怎樣阻止他們的 九十後子去參與這些社會運動 還有他們為什麼會阻止 一來阻止 其實你任何中學生或小學生 基本上如果你在成績不好的情況 你走去 不說搞社運 走去打球 走去打機 你做什麼都會被他罵 基本上 一來就成績問題 那怎樣打壓這個 就可以看回近期有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阿Donald Chan 話說他是在考試 考試 就去民間電台錄音 錄音沒問題的 錄完音之後 到現在 應該是上個星期的事 到現在都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就是打他電話不通 之後 上網找不到 上網找不到 你知不知道 那就 弄了一個Donald Chan被失蹤事件 到現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他連學都沒有 學都沒有 是的 家裡不讓他上學 家裡不讓他上學 是的 好笑的 我們在Facebook搞了一個項目 如果你有看應該可以看到 就是Donald Chan失蹤事件 那他的班主任走上網到Facebook 他說他人生安全 他家裡幫他請假了 不過他就沒有上學 到現在都沒有上學 就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搞社運 分分鐘搞到家破人亡 不會家破人亡 就是加了弊 就是 學生說得很清楚 小時候我們都知道 就算讀書很厲害也好 你找些時間 拍拖 打球 這些人都說 這些是主流的活動 都不讓你 都差 都會罵你 這是80年代 就是何況搞社運 為什麼我會說拍拖 打球 因為現在有些人說90口 道德水平比較低 80口已經被人說 現在有很多 例如十二三歲 去吸毒 去拼頭派對 前幾天 有十二十多 一間酒吧 有六十個未成年 即十六歲以下 在通宵喝酒 甚至人們懷疑去吸毒 才有人報警 甚至尖沙咀 你看到很多酒吧 到星期五六 有很多未成年少女 站在酒吧門口聚集 甚至只有十六七歲 在裡面 十六七 即最大的人 甚至有些濫交 同黨的問題 將軍澳 你也知道 連八十幾 七八個小孩 去打一個八十幾歲 他的阿伯搶錢包 乾天髮日 下午四點鐘都敢打劫 真厲害 還要打劫 那些阿伯 不打鬆 雖然你家裏有些單親家庭 或者家裏有問題 但你打劫 你也不要打劫 八十幾歲 阿伯打劫 那些四十幾歲 打劫 打劫八十後 八十後 可能他們不敢 你又怎樣看 九十後道德的問題 我想其實 一向這些問題都有 不只是我們這一代 每一代 甚至我父母一代 香港更加嚴重 六七十年代 不過可能因為現在 你的媒體發達了 還有多數 現在很流行 多數你搞得這些 都不知道會被人扔上youtube 對 之前我在youtube見過一段片 就是這個小學雞 在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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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雞 空小學雞 對小學雞 空小學雞 之後就說髒話 要吹雞題 算溫和了 我看了這段片 已經算溫和了 可能現在媒體發達 就會更多人去知道這些 還有多數你訂得上網 過幾天就被人推上布 你有沒有有樣學樣 黃同學 我當然不會做這些 我這些是家教很好的 所以你認為 其實這裡不是90後的問題 標籤了是90後 因為科技發達 人們知道多了 其實我都覺得 每年代都有這些 甚至我們早些 以前有魚膽妹 學生妹 都是去兼職買飲 甚至你說 那些私生活不檢點 其實你 什麼年代的人都有 那些私生活不檢點 你看看卡恩 就是 那個IMF 你看看 就算你 香港很多政治對人物 你私生活都不檢點 你看看 你說 那些同黨問題 是不是 以前更多 以前 八九十年代的黑社會問題 更厲害 黑社會好像現在是 收斂了 即比起九十年多 現在是賺錢為主 哪會真的有 你也很清楚 現在未必是劈油 但他們賣毒品 賣毒品幾少 為什麼香港那時候 有四大獨囂 又說有丁豪 我就是覺得現在 全都很喜歡 把八十年九十年後的問題 放大 即是你說現在 八十年後激不激 走去委立法會 但其實 以我所知 零三年都委過 甚至你說幾十年前 你說回 可能是 現在四十多歲 即是陶君恒他們 那一代 年輕時 二十多歲 其實香港一樣激過 甚至你說六七暴動等等 之前我上網看的那宗新聞 就是幾十年前的報知 就是說這個聖保羅南校的學生 曾建成 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 對曾德成 他走去學校抗議 說什麼愛國無罪有性 派傳單 是派傳單 其實他在他年輕時都擊過 每個人都有自己火紅的年代 我們現在社會好像標籤化 有些人就說 你八十後 甚至九十後 現在出來搞社運那批 留守政府總部 甚至有人在墳馬路走一走 你撐蔡元村 甚至你又不知搞什麼 又走一走 又在馬路睡 又衝出馬路把握行車路線 新鮮 你先說 即是那單套黨 即是阻礙了馬路 破壞了官民的劫序 你又怎麼看這些指責 即是你有訴求 你表達到你的聲音 還不行 為何你們要用這些 即是干擾社會秩序 你用到他人的方法 你怎麼看 其實我自己 其實 你講回現在香港社運界 有很多越來越激進的手法 其實對比以前 其實大家都知道 即是你講社運界 都承認的 即是塞馬路 包圍立法會 躺街等等 有時推一下鐵馬 就好像曾進華家企 這樣 是的 其實我自己看的就是 即是 你現在有一把人 首先 多數社會上 就算是泛民那些 都會指責你一樣 就是影響他人的 即是影響社會秩序 例如 說你搞得人家搭不到車 即是很多這些指責 但其實 即是 當每次的人在講 你們那些人塞馬路 搞得人家搭不到車回家 那你們 不如不要遊行 你們遊行做什麼 但其實你想回 在03年那些 50萬人上街 又塞到整個維園 維多利亞公園 至中華一帶 又塞了 我想那個論述不是說 即是你們塞了這條馬路 是說 政府挖了原有的示威區給你 即是已經有一個 表達訴求的空間和地方 為何還要衝出地方 即是衝出去這一刻 這個意思在於哪裏 因為當中有很多90後的成員 朋友都在那裏 即是怎樣看 我最記得是3月27號那時 我們就有中環那個 那個 那個花園 中環 不是只有花園 總之在那次是 在黃樓大島 衝出去德芙島 是嗎 衝出去 是 噴到胡椒噴霧那次 不是噴胡椒 3月27號那次是幾百人遊行 即是艾未避了一次 不是艾未避 那次港財政預算案爭取左翼21那些 那次的遊行就是 原本行下 星期日 那你就由中環 總之你當中環 碼頭一帶 還是 艾定堡廣場 是艾定堡廣場 就去那麼多個地產商的門口 那我記得那次 我相對是第一次經歷 那些人衝出去 其實為什麽衝出去 那時是去地產商那次 是去地產商那次 那次為什麽就是衝 就是因為那次我們四百多人遊行 他突然間很無理地要求 叫我們走去行人路和飛鴻壁 本身他好像安排了一條馬路 給你們走 是的 那時突然間連馬路都沒有行 要我們走去行人路 即是否走一半就 是的 就阻止你 即是之後有一次六四晚會之後 對那次也是 那次也是 走一走一走 本來有一條 剩下10分鐘路程 1.5條馬路退路線 最後是開給你們走 最後是不可以走 事前又不通知 這件事是警方看到 看到你們是專門退警 你們一定會吵 你們和我吵 然後你們一定衝出去馬路 即是被警方動作你們的先機 知道你們一定會這樣做 然後在輿論一看 即是這麼小的蝙蝠 一定就說你們是 不管警方的勸喻 專門衝出去馬路 影響社會 即是好像 那些人就說 盡了警方的圈套 你覺得會不會是笨了 即是盡了招 我自己想 即是那時 即是那時就是 即是那班人這樣衝 我自己看的就是 即是如果我當時在那個 即是如果我當時是六四夜 我真的走去遊行 即是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 是應該要跟警方撐到行 即是因為你見現在警方 如果他 即是有些人就說 你這樣中了警方圈套 但我反而就是覺得 那他這樣打壓你 難道警方這樣打壓 那我去收山 即是這樣 但因為現在你見警方 他先是打壓 就是打壓那些包圍立法會 即是打壓那些激進社會人士 即是今年的 但現在慢慢打壓 是連這些全香港最和平 最溫和理性的六四集會 連燭光萬會他都要這樣去 即是去阻止你 或者要你繞大圈 即是如果警方是這樣去 即是繼續去濫用的話 終有一天其實是連 所有的示威集會 都會被人去影響到 即警察是維持治安 變成了一個政治工具 即是山寨版的功能 即是幾危險 但那些人說 你們要甚麼充足 對馬路 即是對那些人不理 你仲不仲圈到好 你留守 包圍立法會 是會鼓勵其他人用激進的手法 來爭取和政府發聲 例如爬上天橋 對政府發聲 你們又怎樣看這些指控 即是前陣子 姓劉的那位警長 雞苗犯 雞苗犯都會爬上天橋 然後劉氏 即是Facebook有一個項項 說我們80後交易 即是你又怎樣看這些指控 即是否鼓勵其他人 即是其他電鄰層的事 或是激一些 我想其實都會有個 你說有沒有影響 那一定會有影響 我覺得 沒有影響都不會這樣做 是的 但問題其實 即是我自己都經常這樣想 即是你很多人 80後出來 到了雞苗犯出來 其實老實說 有誰真是想出來 和政府在遊行 有誰真是想每個星期上街 有誰不想在家裡炭炭冷氣 即是其實反而 最需要檢討的就是政府 即是如果你政府搞得好 我們就不用出來搞一陣 絕對是 即是如果你政府搞得好 根本就不需要 勞斯動眾到又要用那麼多警力 警察等等很多事情 因為現在的人說 我們在遊行就搞生事 搞一些警察很辛苦 你政府搞得好 我們便不遊行 但甚麼政府也好 因為你會律社會 都用不同的 絕對不同的聲音 的團體 即是你做每一項的政策 有人支持 都有人反對 即是你多好 和多民主的政府也好 都一樣會有人 有不同的聲音 示威和遊行 那些人說 那你們 不代表整體的聲音 何何必可以用這麼激動的方法 去鼓勵到人 即是令到其他人團 模仿 即是這宗警長和雞描返事件 你覺得當中 是否真的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我想 其實你說 那個人爬上千橋 其實我覺得 跟八十後 那些甚麼衝貼 塞馬路那些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是沒有關係 因為根本他在幾個月前 他已經走了上去 上個月丁九橋 已經走過上丁九橋去抗議 其實我們現在的社會 很喜歡 將所有那些激動的人 就標為八十後 其實 很有趣 因為你見到很多 你見到那些參加社運的人 其實有一堆都不是八十後 即是九十後 即是有九十後 甚至你說有一些都已經是三十幾 甚至有一堆已經是 你可以說是 更加上了年紀 上了年紀 即是長毛那些 到有其他等等的社運人士 即是 不可以全部去歸咎於八十後 那個參與社運 還有 現在的社會 就是將所有的東西 就去賴撒落里道 即是 說你們 即是現在很喜歡說 你們派六千元又犯 不派六千元又犯 但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往往很多香港人 就是 只是 太相信那個主流傳媒的論述 即是 你傳媒說什麼 你傳媒說什麼 你就相信 他們不會去信 即是 很少香港人真的會非常信任曾蔭權 但他們就會很信 傳媒 TVB 即是新聞點報 他們就怎樣看 到很多 你說香港的報紙 其實都慢慢歸邊 你見 但我見報紙還是罵政府多 即是你見到最暢銷的幾份 我知道 但你會見到他們的立場 都會相對有些 即是你見到 在天橋示威那件事 其實是蘋果是插得很準的 即是插那個示威者 說他在這裡為了一己私利 不知怎樣 但東方又插周一樂 是的 這個真的有趣 即是你覺得 那些人將雞苗反這件事 就賴了80 即是有些網上的團體 甚至有團體 也有抽搐的成分 當然 因為80後 那些社運的激烈方法 不是80後獨家首創的 也不是他們發明的 即是一向都有這樣的手法 如果你要賴就是賴六七暴動 即是苗反之學 就會去睡馬路去留守 從來都沒有80後去跳橋 跳海也沒有 但有些人就說 即是說你每次用這些跳橋 跳海 留守去逼那些政府 經常見你 就鼓勵了其他人都是這樣做 即是你說要周一樂見到雞苗反 周一樂就是一道國長 他要搞很多政策的大方向 要跟這些雞苗反見面 你可以找一些衛生署 食環署其他官員和職員 即是有人就說 你陳偉業在立法會這樣 狂丙周一樂 都是有抽搐的成分 你有怎樣看 我自己覺得 其實陳偉業在天橋示威那一宗 其實他都 即是 我也覺得他有些問題 即是他在傳媒號 他當著全香港電視 而爆了一句就說 如果那個雞苗反 他有一件爭惡的話 警察不會死 老實說你這樣說到 即是你又不可以說陳偉業 他這樣說真的不對 但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便激起了那些人 那些人的方向 覺得他很冷血 即是 結果那個社會輿論 就全部去插陳偉業 Facebook整個群組 我不知為何整個群組 就有一萬人在說 強地譴責陳偉業 然後整個社會公眾 即是原本 即是我猜如果陳偉業 不說那一句 反而都應該沒有那麼多人 那麼反感 明白 甚至是很過勇 我們之前做了一個 反對國民教育科的七一遊行 之後有朋友留言說 你們千萬不要搞出人命 留言說 我反國民教育科 跟那個人上天橋示威什麼事 即是陳偉業 他那件事 甚至是田北俊 都說 他之前在 田北辰 田北辰 他在跳橋 跟陳偉業 有業去拍照 都說陳偉業 即是一種認識他 搭拾肩膊 即是你對這件事有怎樣看 其實你 我想事實上就是 社會上每個人都有 他自己的訴求和聲音 即是 你一個局長很難逐一見面 然後就一一滿足 即是這一個都是客觀事實 可能我們個個都想去見特首 但我們有沒有機會見呢 還有他見不見得了這麼多人 但我自己覺得 即是這個 雞苗 雲書 司機 跳橋 跟80後90後應該沒有關係 即是跟過往他們的社運 反而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他們真的 他真的有一個訴求 他很想引起多些人的注意 尤其是是 引起局長的注意 然後做出一些教委 即是我不會用激進 但會是出位一些的方法 去吸引曝光 其實他成功了 不過是 即是如果 如果不是因為那個警察 跌死了的話 即是可能他本身這件事是 即是其實會是更加成功 但現在有人命傷亡 可能反而是 有些負分數 即是我覺得 即是政府不是沒有他正規方法 給人去投訴 去表達聲音 有的 但會否是因為政府出來 給人的態度問題 即是就算我有渠道 我都不是怎樣怎樣聽你 即是搞到那些人 都不信任那些人 我都要見他們最大 要有些很特別的 即是非保守的手法 才可以令到人去注意 即是政府自己方面都要去見你 即是好像之前有一班社運人士 堵塞黃後大道中 他們的目的都是要跟曾俊華 即是直接對話 即是很多時候 我見現在很多社運他們的目的 都是希望跟官員直接對話 即是可以 那些留守示威 塞納路我全部都沒有去過 是的 一來就是因為年齡問題 二來就是 因為其實最多留守示威 就是反高鐵 和包圍立法會 那時我都是 父母不讓我去 因為那時基本上參與這些事 都不夠一年 半年都沒有 所以他們都沒有讓我去 那七一留不留守 這個就 即是 即是 即是政府投訴的渠道令人不信任 所以那些人每次都會見直接的官員 即是直接的官員 那些官員你是不是很信任 你是不是很信任 或者有渠道 但覺得投訴員也是沒有結果的 即是 即是你打政府熱線 有人計劃 即是有些個案 你投訴兩三年 政府說我會跟進 誰知道 都沒有怎樣做過 即是正如政府的諮詢 何時諮詢有用 即是說其他題目 國民教徒為何你要反對 即是很厲害 那些人說 是不是 我們身為中國人 應該要有國民教徒 為何你要反對 你是不是叛國 即是那些 為何反對國民教徒 其實呢 國民教徒 其實很簡單 即是現在政府在整科 得入國民教育科 裡面教你 就要 即是小學雞 就要你 教你國旗國徽 那些事情 首先不說什麼政治立場 我們不說他用不洗腦 很簡單 所有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裡面所有教的內容 其實在你小學的常識科 和中學的通識科 都會教完 既然你已經教完 那為何還要做這一科 即是你不會上體育課 裡面再做體育科 再做多一科 足球科 籃球科 你這樣拆散了 根本你裡面要教那些 國旗國徽到 他説要教西方的普世價值 到是說了解中國國城 其實裡面都已經包了 他其實根本不需要去做這一科 即是你也是多餘在資源浪費方面 脫出法 因為當然了 中聯辦部長都說過 國民教科就是洗腦 以及等了很多這些原因 但是 以外所知 可能社會上對他 不是洗腦 可能都有爭議 但是很簡單就是 其實你設立了這一科 就已經是完全重疊了資源 而且其實他一次立了這一科 其他就以三三四 即是高中為例 中英數通識 再加上兩科自選 如果你加上這一科 你其他的科目 的時間就會越來越緊 變相就搞到 學生要假期回去 再繼續補課 國民教育 即是你有資源問題出發 有些人說 洗腦 你又擔心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中聯辦就說 國民教科就是洗腦 國民教科不會批判性思考 其實我覺得 你真的推出來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洗腦 其實都好看過老師 即是我自己學校就更幸運 我學校就會講六四 那些老師會 有沒有帶隊去參加六四集會 老師沒有帶隊 但那些老師會二十幾個一起去 他們自己 上課跟你講 要五居公園來投票 即是通識課 到校長會跟你分享 他二十年前八號封球去遊行 要為劉曉波 帶全校學生為劉曉波 趙年可以祈禱 我學校就可能好一點 但其實你去到很多 相對比較政治中立的學校 福建中學 是的 就算不講福建中學 講到一些比較普通的學校 即是可能他們沒有那麼強的政治意識 未必會講六四 可能他們在國民教育科 最後都可能會跟回官方那一套去 推出那些自我反省 學校教育等等 有些人說 你們學校怎樣洗腦都沒問題 你回去看互聯網 看新聞 很多多元化的渠道 你要知道事實不是這樣 不是全部只有正面 可能有一些負面的東西 國民教育如果這樣看 沒有問題 但你又怎樣看這些說法 那些人多數是說 跨口教正面就可以 你正面負面 其實你外面也有教的 為什麼在課堂上只可以提正面的東西 不可以提負面的東西 因為你其實愛一個國家 你不只是愛他好的東西 當他不好的時候 你都要去愛他 現在中國就是 眼睛後腦推 就是說 航天奧運 很厲害 我們細博 就說你看他多厲害 你愛他 但其實你如果一個國家 你只是好的時候才愛 他不好的時候那怎麼辦 甚至乎看歷史 在國家出現一個憂患危難的時候 先是國民的愛國心最刺激的時候 很多人 我爸爸媽媽 第一次覺得自己和中國有關聯 或者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 就是因為六四事件 六四 很多人其實國民教育的起點就是六四 就是香港國民教育 是不是這麼失敗 你看八九年九一華東去水災 你看四民村去大地震 又樹大地震 我們從來都沒有特別一科 整個國民教育 都那麼多人是湧入外國去捐輸 本身都是中國人 本身已經是很成功了 你說洗不洗腦 是否因為有多元化的渠道 你吸收不同的知識 吸收人們罵政府 國家不好的東西 就是執政黨共產黨不好的東西 你就可以任意去洗腦 是否那些學生健康一點 身體力強 打完抗疫苗針 你就可以用病毒去供他們 這些不是你 就是不成理由 不成藉口 這些都是他們 都不懂得怎樣去 為政府去護航的時候 勉強說 就好像郭輝這件事 就是有些建制派議員 甚至劉光華 反對用特權法去照 曾俊華 謝曼兒去開一個特別的會 去討論這件事 但郭輝這件事 疑點是重重的 是否有人受益 是否政府 為何曾俊華只提到 那間上網 互聯網公司 民建聯那些人 投票對反對 但民建聯那些人 可能你會得益 即是說你懷疑受益 是否只牽涉到利益闖突 好心你們就不要投票 要有政治的規矩 即是你可以質問 但投票有時你避嫌 你投票 你投完反對票 會令到我覺得你身有屎 即是心有愧 你又怎看郭輝這件事 政府是否真的有用到五毛 去幫政府這樣做 網上世界是否真的有五毛檔出現 即是你說網上有沒有五毛檔 我想網上五毛檔一定有 尤其是我Facebook 我經常見到很多隱形帳戶 多數是隱形帳戶 那張照片多數是個女生來的 就是那張照片是個美女來的 那之後呢 通常都不男人 是的 那之後他那些照片只有五六張 那多數是別人 他那些產品品銷售的 是的 那多數那些人就會很喜歡 在你的Facebook那裏 就有空入敗一兩句 即是在說一些不適合的事情 即是我見過的都有不少 甚至其實你說他們監視 你這樣也不奇怪 因為我經常見過很多隱形帳戶 在那裏再加我 不過我都會承認 隨便 那討論區裏面 是否真的有五毛檔 幫政府 那些 討論區裏面 討論區裏面其實有五毛檔存在 但都有一些真心交 對 真心交 真是支持建制派的人 即是你見 其實有時都很不正常 你見 尤其是現在Yahoo出了討論區 還有香港討論區 Yahoo出了兩個討論區 英倫全都陷入了 是 所以裏面是完全全都是五毛 即是你看到已經知道是五毛 即是他們是瘋到 你放了一張六四死難寫的照片上去 他們留言說 這個肯定是社民連示威者解扮 即是他們這樣都說得出的時候 即是分明就是 真心交 對 即是他們這樣 即是香港五毛質素是比較低的 即是我不管你是支持 他什麼派 你有你的理論 你有你的論述沒問題 但即是有些一體 即是分明只是打算用數量去掩蓋別人的聲音 即是有些一體寫了一支鎖 即是你的高質素的論點 要針鋒相對別人說 你駁回去就算了 即是你打算一堆的真心交 你打算蓋過殺人的聲音 這樣就交 當然我認識一些 其實你說建制派支持者 真的有的 即是我認識一個同學 他跟我說 學校在公開的 學校的老師 在公開場合去講這個六四事件 其實學校的老師 就在這裡宣揚 右翼資本主義 以及這個帝國主義 很高水平 我認為學校必須要去 堅決去殺這個列寧社會主義 我認為六四是一場反革命動亂 他跟我說 六四軍人鎮壓學生 不代表他殺了學生 真是有這些真心交換 如果他是職業靈主義的支持者 應該支持到六四 應該是支持學生運動 很多人都說 我們中國國政不同 不應該殺人西方民主 要殺人中國式的民主 也都說我們中國很多人 即是農村 教育水平還未夠高 所以不應該殺人民主 其實這些論述 在49年之前 共產黨已經全部出現反駁 即是那些所謂 如果你是共產黨的支持者 你就先讀書 不要說我們中國人水平還未夠高 不應該殺人民主 或者我們應該殺人出國式的民主 不應該西方那套民主 你又看49年 甚至49年初 即是毛主席 甚至劉少奇 甚至《新華日報》所說的 對於社論 即是你先學人說 即是政府用到五毛黨 現在政府用到五毛黨 是否有這樣的需要 反映了政府 是否民意這麼薄 有甚麼對策和九十後 其實他這樣在 其實一直都覺得有打手 但是《蘋果日報》這樣 扔份文件出來 針憑實句 逐個逐個字 當然就是政府自己的樣子 還要放在頭版那裏 其實我想都是反映了 特區政府的施政越來越有問題 即是因為他見到 可能在主流傳媒那裏 那些人都已經開始 越來越不相信政府 即是因為其實每一個電視 都依然有他的政治立場 你見港台那些其實都是 泛民那邊相對地 他們的節目比較 所以你說九十後怎樣應對 我想就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網絡是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任何人都可以說話 即是你在網絡世界裏面 即是可能我們很多主流傳媒的論述 即是可能說社運激進 即是示威者很激進 他抗爭不對 或者很多 例如你天橋示威那件事 即可能很多人其實他們都不知道真相 但你就是用網絡這個地方去拿回輿論空間 去讓人知道真相 大家以來網絡上給人感覺上 始終都是不單止網絡 整個香港的輿論環境 都是泛民主派的聲音掩蓋 建制派那邊很多 甚至乎程度是超過六四之比 你又怎樣看 我想其實因為你香港的傳媒 都是相對比較泛民 但其實泛民裏面都有很多人 即是你甚至你在泛民主派圈子裏面 可能有很多人都不支持你去很多社運抗爭 或者可能他們甚至 可能在同一個黨派裏面的意見都很不同 即是我之前見過民主黨黨中委 包括阿馮偉剛 還有我的曲區議員寫片文在那裡 在那裡說這個公民黨大狀 靠著藍血大狀的身份 就去殺這個司法覆核 即是插到他上天 即是其實泛民主派裡面光譜很闊的 你問那些人他們 你問香港人他知不支持有民主 他們都說有民主幾好的 但是你到 即可能他 或者從你的角度說 可能很多香港的 即是為什麼每次立法會選舉都 投票率贏得那麼厲害 主要是因為很多人 其實他們不喜歡建制派 不喜歡阿爺 但你真是問到他們 為什麼需要民主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答到的 即是我相信 即是我相信 無論討論區 即是有五毛好 沒有五毛好 很多五毛好 還是很少五毛好 但是你到Yu Ons那些 全部都輪陷 不過 即是說 傳媒是否應該政治津立 即是 是否太偏準法文 其實傳媒都是講道理 你有道理 最重要是政府做得好 即是有道理 他便會拜拜誰 即是沒有阿里芬法文 對建制 不過這集時間差不多 好多謝黃同學 下一集再見 好 拜拜